全世界很多人 您发现有一点点小小的反华倾向 为什么很多地方老反华呢 其实很简单 中国人太厉害了 我们太聪明了 我们到世界上任何国家 做生意 基本上是要我们去的 三年之后 那生意全是中国人的了 老外基本无法做了 中国人有三个上方保健 第一个就是勤奋 中国人喜欢三班倒 任何对手全放倒 就是咱们的勤奋程度 就把老外干到了 第二个 中国人非常喜欢搞关系 所以你发现全世界任何地方 这华人的地方 只要是干嘛 咱想搞的人 没有搞不下 第三个 中国人做生意 喜欢砍价 拦腰砍 一个项目 一个桥 100亿 中国人去出资 50亿 竞标 对方嘎死了 一个地铁 1000亿 中国人500亿 一个喊动 10亿 中国人去5亿 所以咱们中国人的脑子 太聪明了 我们这个脑子 就像昨天我们说 空出来就比老百中半斤 我们从家里一出生 我们就知道三国演义 后黑学 鬼姑子 孙子兵法 还有什么蔡根坛 还有曾广贤文 还有你发现 勾心斗角 你看咱们的电视剧 就三大类 要么是一群人 打打杀杀 号称中意之事 没有原则 只有立场 咱俩关系好 你错的也是对的 咱俩关系不好 你对的也是错 没错 咱们国内是这样子的 你看中国人喜欢 把手背在后面 背后干嘛 留一手 而你发现中国人干嘛 喜欢头身子 所以羊脸的婆子 低头的汗 就一个男人 走过喜欢头低着 你知道此人 非常有层次 这种人都知道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看中国的文化 它其实什么的文化都有 你就挨个你看 咱们一经八卦 你要挨个学一遍 那么能学死 学到中国你发现 你是谁呢 你也就走了 所以导致咱们中国人干嘛 至少有一条很聪明 人家不讲 以前讲个笑话说 全世界比赛 看哪个国家 有执行力强吗 美国人现在 你叫王前跑 美国人卡卡卡 王前跑 到河边 美国人卡卡 就左转 班长很生气 让你左转了吗 前面一条河 让你去执行力的 前面一条河 你要跳 我就跳 你不跳 我不跳 人权 你看 这就是他的文化 思想不一样 日本人到面前了 你叫王前跑 日本人卡卡卡 到河边 扑通扑通往里跳 日本团结 服从执行都很厉害 咱们中国人更厉害 完全跑 跑到河边中国人 让他马卡卡 王你卡卡卡 到河边 原理堂步 你跑啊 我不正在跑了吗 你跑了吗 你看我没跑吗 你说他跑了吗 他没跑 他没往前跑 你说他没跑 他真的跑 咱们中国人的脑子 那是太聪明了 你遇到这样的对手 你还搞民主 那你不就惨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